材料清单 糯米粉40克 玉米淀粉25克 牛奶100克 糖12克 黄油10克 黄油60克 迪金面粉170克 蛋黄1克 可可粉10克 淡奶油72克 糖粉50克 盐少许 泡打粉1克 巧克力豆少许 先制作麻薯部分 除黄油外的所有材料混合均匀煞锅蒸15-20分钟 蒸好之后取出 不烫手之后把黄油融进去 这样麻薯部分就做好了 麻薯分成许可 一个用保鲜膜分好待用 下面制作曲奇部分 黄油软化加入糖粉和少许盐打至发白 再加入蛋黄低速打匀 分次加入淡奶油打匀 将可可粉 滴粉 泡打粉混合后一起煽入黄油中 用光板拌制 没有干粉就可以了 曲奇部分分成20克一个 大概可以分17-18个的样子 10克的麻薯中间保几粒巧克力豆 揉成团 再用20克的皮煲住 揉成团 稍微压点就可以烤了 上下火170度 中层 烤15分钟左右 只要表皮熟就好了 这个包子凉了也可以拉握 但是还是要几块吃完 如果进冰箱的话 吃前建议回温一下 用烤箱或者微波炉都可以 这个包子量不大 应该可以很快吃完 不建议爆两天以上 成品 又天然月文